中亚峰会期间有不少领袖漏网尽头 高龄80岁的美国总统拜登 他下楼梯的时候差一点就摔倒 而且居然还口误 把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叫成总统 法国媒体也把大陆正在主办的中亚峰会拿来比较 称中亚峰会的排场比较奢华 而日本举办的聚期相对寒酸 大批拜登的黑衣随护在日本警车旁徘徊 甚至打开车门进行搜索检查 连日本警察都要惯拜登挨轰 这根本是到别人的地盘耍大牌 而且前往工岛时 其他元首通通搭渡轮去 唯独拜登单独行动 自己搭直升机特立独行 不过已经高龄80岁的拜登下楼梯时 又一个脚步不稳差点摔跤 而且他又再度说错话 明明岸田文雄是首相却把人家叫成总统 日本网友调侃没叫成州长就很不错了 G7大合照也看出七国领袖 其实没什么默契 日向岸田先对着镜头挥手 其他人稀稀落落跟着挥 迎向苏纳克竟一副手足无措 还探头头看别人 最后才赶快跟着挥手 不只各挥各的 法国总统马克宏 甚至从头到尾手插口袋 就是不举手气氛尴尬 同时间大陆镇举办中亚峰会排场 不免被拿来和G7比较 西安大唐芙蓉园布置的富丽堂皇 以盛大表演迎兵 网友形容简直回到唐朝盛世 晚宴餐桌上摆出象征丝绸之路的雕刻 和精致的西安料理 法媒形容有如皇帝款待朝败国兵奢华至极 而且会谈时的超大圆桌 也展现泱泱大国风范 相比之下 日本IP很寒酸 七国领袖竟是围着小圆桌协商 size硬是比别人小了至少一号 但也有人换夹 趁这样的距离显得亲密 气氛比较亲切